我現在回應一個問題 當我預備訊息時有一個經文 那個方向應該是第一設定了我們的目的 然後主題 主題是一個名字給別人 譬如說 傳呼音 有時都會把訊息的目的寫在主題上 譬如說如何傳呼音 那你就幫人如何傳呼音 我不是應該傳呼音 但有時 未必很多人會用主題 我不是應該 好像比較 命令式 或是外際 可能說去搶救靈魂 可以說如何搶救靈魂 搶救靈魂的緊急 搶救靈魂失去了熱切的人 如何恢復 這個目的就是我們了解群體 問那個傳呼音 到底他們需要什麼 或者我們自己感動 是覺得我們怎樣幫到他們 有了這個目的 在我來說 我那時候講到會有一個簡單的大綱的方式 大綱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法陽神屬性 講道法裡面有講到的 就是人的問題 譬如說傳呼音 人就是沒有什麼興趣傳呼 很多基督徒都沒有 即停止了傳呼音 曾經傳呼音過 但現在已經停止了 因為神的恩典 就是神見到人很想救 每個人都很慘 很淒涼 沒有耶穌的人 他沒有永生 並且生活得很淒涼 很多痛苦 然後這個就是神的恩典 然後可以激勵人 即是我們傳呼音的重要性 又如何 譬如這樣 那我就全部向著那個方向去 全部向著那個方向去 如何向著那個方向去呢 就是說 講到很多基督徒都沒有了新的動力 我想激勵他們的動力 我就會說 聖經講到 請搶救靈魂很重要 基督徒每個人都知道 人們不信耶穌是會落地獄的 是很淒涼的 每個基督徒都想 但是因為基督徒裡面 實際受了很多傳呼音失敗的壓力 還有有些人就是不關心人 即是根本他覺得 我想天堂就行了 為什麼要傳呼音 又被人的魚又被人拒絕 太辛苦了 即是不同的原因 有些是因為他想 不過他做不到 有些是因為他沒有獨力 結果呢 是很少基督徒持續傳呼音 我多數去到不同的教會 去問他們 有幾個試過一次傳呼音 很多人舉手 或者差不多全部 有幾個試過十次傳呼音 已經試過很多了 即是說有很多人 是傳呼音 四五六次 就停了 停了之後沒有繼續 那我就看到 如果停了的時候 我們的影響力只是很小 而神就是一個經常去找人 經常去找人 但那些人沒有兵給他洗 神很想興建兵 那些兵不肯聽話 不肯給神使用 所以耶穌說 要收的裝甲多 但作工的人少 又是激勵 我們願不願意 我們這個挑戰 我們願不願意成為基督的精兵 給神使用 然後如何 如何由一個冷淡的開始 變成一個熱切的 即是有傳呼音心的人 這個就是如何 但說如何不代表 他們真的會傳呼音過 我們都是最後一個挑戰 即是說再一次去 讓大家看到傳呼音那種的興奮 救到人一個人的靈魂 那種的興奮 並且真的有門路 譬如在這個時代 上網是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上網 我有很多人找我 如果每個基督徒都是這樣 的確會有一群人 會找我們 而事實上 很多人找我們 都是因為有情緒問題 處理不到的問題 邪靈的問題 疾病的問題 都是很多人困擾著 這也是我們可以入手傳呼音的人 但我會由頭到尾都向著呼音 就不會 即是有些人會寫廣道 就會寫一寫 說一些道理出來的 一篇道理 但就 就不是真的人聽完就想傳呼音 我們 即是一個目的 我想人聽完會傳呼音 這就是那個目的 謝謝大家 我們有很多人 的視頻 帶小頻 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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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